文章来源 香港灵妖 港府推出多项吸引人才入境计划 但有经人才计划来港取得香港身份证的内地优才 来港一个月后就大声后悔拿香港身份 并列出三大问题 直直感觉哪哪都是坑 事件以来内地网民热议 认为是正常政策做法 就是避免大陆的刚来香港拿完福利就走 也有人安慰 无需后悔 不是永居可以申请回内地的 有经常分享优才入境资讯的内地女博主 于小红书以后悔拿香港身份了为题法文表示 其朋友今年初通过人才计划获批香港身份 带来香港一个月后就像她大声后悔拿香港身份了 感觉哪哪都是坑 楼主细问得惜 其朋友拿到香港身份证才发现 通过香港人才计划拿到的香港身份证只是临时身份证 很多福利不能及时享受 又列出四大问题 包括需要转永居后拿香港护照才能免签 回内地要拿回乡证 没有回乡证孩子无法参加华侨升联考 在港享受不了置业公租房等福利优惠 楼主总结指出 永居和非永居有香港护照和没香港护照 拿回乡证和不拿回乡证 这些问题其实一直都在困扰着很多人 提醒申请人才入境计划前要先了解清楚 很多人就是没有事先了解清楚再去申请 结果获批后去了香港 就会觉得怎么跟自己想象中不太一样呢 是不是踩坑了 事件以来内地网民热议 认为是正常政策做法 就是避免大陆的刚来香港拿完福利就走 也有人安慰 无需后悔 不是永居可以申请回内地的 本来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那些仲介没事干给他们赚一笔 一有人质疑后悔的人 是看中那里的教育和医疗吗 娃曲那边学中文还是英文呢 要学中文 那更是不必舍尽求远了 在自己家门口学不香吗 要去学英文吗 那地也非英语是母语之地 要谈中小学的双语教学吗 那更是不成啥体系了 至于医疗 如果既然身体不适 那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呢 也别去了 我们的学生文 也有一点儿很厉害